我們常常有時候在那個群組裡面 有看到很多人那種接龍 有沒有,有試過吧 就是說,要參加的請接龍下去 有沒有 那比如說我是 我是第一個先填的 那我就會去點這裡 準備哦 比如說我現在是第一個先填的 我就會是 一 假設我第一個先打的 好,我就把我的名字打上去 比如說王影聰 然後 假設送出 那第二個人要怎麼用呢 第二個人 因為這叫接龍嘛 第二個人要怎麼用 在這個地方 按下去久一點 然後按複製 所謂的複製 他會先把它記下來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輸入字嘛 但是先按久一點 按著哦 久一點 放開 他就會出現這個 貼上 你就點貼上 剛才的字就帶下來了 然後這時候我再繼續點後面 點後面要繼續輸入 換下一行 好,假設我現在是第二個人 假設是 好,假設第二個人叫王小聰 王小聰 隨便 隨便啦 就王小聰 就王小聰好了 好 送出去 我打好之後再送出去哦 這樣才有接龍哦 好 現在又有第三個人了 我看我要報名 我要報名 好 別 我再操作一次 我把剛才最後一個有報到的這個人 這一則訊息 按久一點 手指在上面按久一點 他就會跑出這個東西來 你就選 複製 複製他就會先記住了 然後我們要把複製的貼到這裡來 我就在這個底下這個 按久一點 放開 等一下再一次哦 按久一點 放開 他就會出現 這樣子 你就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呢 先按換行 然後呢 開始打字 比如說我現在是第三個人了 好 假設是 假設叫做阿聰 然後 送出去 那就是接龍下面去了 可以嗎 所以 現在 請各位 這個還是沒有接到哦 這兩個都沒有接到哦 你要看最後一個人的 就是 已經有三了嘛 你就要 在這個 三的這一則 有三的這一則 按久一點 放開 然後選 複製 之後 到底下 要輸入文字的這一格 先點一下 然後 再去按久一點 放開 出現貼上 請你按貼上 然後 按 換下一行 然後 四 點 然後接下來是 假設阿贏 好不好 然後打完 送出 這樣才是四了 哦 那比如說來 看 誰 你如果動作太慢 人家已經打五了 對不起 再從頭來 去把五的 再繼續往下打 可以嗎 所以 請各位 接著 是我後面 趕快陸續 假設 就把你的 類似名字這樣打上去 好像是接龍一樣 請操作看看